符合了犯罪心理学里面说的那种初格行为 它是点是聚合爆发的一种肆虐犯罪杀人的典型的形态 哪来的呢?不是说他心里不正常 第一个跟他12岁父母离 第二个单独母亲带着他 第三个跟父亲长期没有联络 第四个社会的消极心里这脑子聚成的太多 可以这么说 杨家集合着不攻击我们警察 遇到类似的所谓对他认为不公平的待遇和反应 他同样会攻击他人 他这个行为迟早会发生 发生到谁的时候就说不清楚了 他这个行为还用一个很典型的话说 十万个人难出一个杨家 五十年难得出一次 杨教授 高教授 高教授我很想知道 就这件事发生了以后 就是您站在这样的一个公共危机干预的这么一个角度来看的话 从公众的角度 从警察这个角度 从这件事里面应当吸取些什么样的教训 应该说教训是深刻的 第一个 就是我们在执法的方面还可以继续柔性化更加规范 在我们在执法的过程当中 以最大的限度能够平缓警察 减少硬伤 消这么来就是移植对方的反感情绪 第二 弱大一个公安 分局不能不设基本的保卫力量 吃马家 吃那个什么杨家能够长距之路 第三 当他拿到利人 闯进了我们办公室 当第一个警察倒地了 后面的救援应该跟上 并且要加强我们警察的 坚实的自我防范 制止犯罪的能力 这个能力不仅仅是在特警 在刑警 自按警 同样在做办公室的警察 也是基本避不可少的 做到后面这一点 我们就完全可以避免这么最大的牺牲 所以这个留给我们的教训是极其深刻 而且是惨痛的 好 谢谢高峰教授 好 我觉得杨家这件事呢 他发生的时间是恰巧在这个 离我们开奥运会没多长时间了 那就提了一个醒 就是因为心理问题 他看不见摸不着 那么对于奥运期间这种安保工作 恐怕也给很多 给警方提了一个醒 到底应该怎么做 其实我们可以不去谈奥运会 因为社会是一个 奥运会只是一个局部 十几天这样的一个时间 但是的确你发现 最近一些年来 从国外一直到这个国内 这种非传统性的犯罪 在明显的增加 为什么叫非传统性的这种犯罪呢 心理缺陷 性格缺陷 人格缺陷 甚至无理由犯罪 我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在日本东京 现在我们在日本东京 我们看到秋叶园 6月8号 距离杨家内案件 只有20多天 我们现在在PPT能够看到 当时他自己去买凶器 都已经这个监控录像拍下来了 后来还在网上说 我就要去秋叶园去犯罪 大家都用一种传统的思维认 哪有人犯罪 先告诉别人的 结果他真的就到了现场 导致7人死亡 10人受伤 没有任何人认识 所以日本称之为叫 无差别杀人事件 什么意思呢 如果用中文来理解的话 就叫无缘无故的残杀无故 我专门针对这个事 问了警察 警察告诉我 最难破的案 就是无缘无故的案 因为传统的这种侦破的方案 一定要找到千丝万缕之间的关系 但是当由于性格缺陷 或者人格缺陷 甚至精神缺陷而导致的这种 无理由的犯罪的时候 你就找不到传统破案过程当中的蛛丝马迹 你完全不知道他为什么犯罪 我觉得随着现在的确后现代 犯罪的后现代感在增强 就说有很多人孤僻 性格有缺陷等等 我觉得生活中要更加强化 以人为本 看似这是一个很政治的这种四个字 其实非常非常的重要 当你意识到生活中 有很多遇到需要排遣 和性格有一些缺陷的时候 社会如果不是关闭大门 不是冷漠 甚至在比如说执法 刚才高调少女都谈到了 我们各方各面都是一种柔化的和谐的 可能就不会过格 就是他的反应就不会过格 我也注意到有的公安机关 已经在过去几年强调 要注意小区 或者说社会当中的一些性格 有缺陷有孤僻等等 经常找他们聊聊 让他们有个宣泄口 我觉得这就是一种 很好的转变的意识 另外其实大的背后 还需要每一个人 以人为本的意识增强 对生命有一种更高的尊重 我们都在 每一个人如果说 政府该不该以人为本 当然 该不该每一个生命都付出巨大的代价 都要去挽救他 该 但是一届又一届的政府 都跟我们每一个人紧密相关 我们也有可能成为未来政府当中的人 如果我们今天是夸杨家为意识 是这样的一种生命观的时候 将来我们怎么能指望一个 以人为本和完全的尊重生命的一个政府呢 他就是我们呢 我们其实之间不是一个对立的感觉 将来今天的年轻人 就是未来政府中的很多的人呢 所以这一点更让大家会有一种担心 我觉得从更长远的角度来说 杨家案提醒我们 必须去考虑很多新的这种犯罪 另一方面 以人为本一定要落到最实最实处 前一段时间 你采访北京市公安局长马振川 你们有没有谈及到这件事 没具体谈到这件事 但是我注意到了这个他几年之中 他特别谈到 我们过去几年就在强调 就说对普通的这种 如果性格有一些缺陷等等 要经常去聊聊 警察要去跟他们进行沟通 有一些这种疏散 就是这种心理的疏散 我觉得不仅北京 上海广州 全国各地的警察 也应该更加在自己的脑海中 有一种意识 一种新的这种犯罪潜在的环境 就是无理由犯罪 心理缺陷是犯罪 但是我们不是说杨家就一定是这样 也许还会有更多的 随着这个检察机关提起公诉之后 会有更多的事实 展现在大家的面前 也许我们今天的一些判断 不一定是对的 但是既是这样 这种意识要增强 那你刚才说的 就现在随着社会越来越复杂 而且这个文明越来越发展 你很难理解这个原造的 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 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